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有一亿多人 那树是假的 你怎么统计的 我自己是这么看 树是真的 树是假的 有人家的一个非常自己形成一套的统计的一个方法 在原来的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分享过 如果把这方法跟大家细分过来 我得做一期到两期节目 人家退 你相信是真的 你相信是假的 这取决于你 对不对 共产党不好 如果你按照石涛的说法 今天没人退 我都退 所有退的那些都是假的 我今天也得真退 为什么 你不相信有神佛 但你却守指了天 说人在做 天在看 我做的最长的 最比较直接的引用 就是7月21号北京大雨 北京大雨之后 死了37个 咬着后操牙 一直说死了37个 在最后万般无奈的情况下 网上加了数 但是我现在问大家伙 有谁能够拍拍胸脯说 准确能够肯定的知道 北京城那天大雨 到底死了多少人 不知道吧 水淹中南海 咱们老百姓不知道 胡锦涛的办公室被淹了 这个习近平的办公室也被淹了 温家宝的也被淹了 在中南海里面的第一会议室 第二会议室都被淹了 怎么淹的呢 中南海的水上来漫贯 中南海的水哪来的 中南海加上北海加上后海 再加上这个故宫的桶子河 这前后形成了中 这个北京城内里面 城里面的这个一个水区 淡水区 那原来的排水系统 其实很多水被排进了湖里面 排水系统哪 那排哪来的水啊 北京内城 二环路内城 老百姓 这是原来的北京城 老百姓居住区的水 那天下雨的时候 透过下水道进了中南海 对不对 老百姓淹了共产党 是不是 水漫京城 大灾祸 这是咱说的 可是呢 这个消息呢 北京晚报上没登吧 北京晚上报上没登出大标题说 胡锦涛办公室被淹吧 没有 如果白宫被淹 咱会看CN 实况转播 但是呢 胡锦涛办公室被淹 你得看石头评书 你看不能看北京日报 对不对 没有 这就是原因所在 而死多人不知道 我跟大家曾经分享过一个概念 让我很感动的 北京爷们 北京国安队跟这个贵州的球队踢球的时候 北京爷们两三万人手指着天 一分钟不说话 那是啥 人在做 天在看 在北京传统的这个老城区里面 四合院里面 那个四合院都很讲究的 很多 我小的时候也有 老妈也有过那个放过那东西 照妖镜 是个当时这么大镜子 我们家那个原来是这么大镜子 为什么用照妖镜呢 当时地震之后呢 那个房子改了 原来那门呢 你看北京老四合院呢 都有什么 门跟门不能直接对着的 特别是大门 这个院的大门不能对着房门的 咱家穷啊 所以当时地震完了之后 那个院里的大门 四合街住的那地方 大门就跟我们家这个门就对上了 所以老妈就拿个镜子挂着 我说为什么呀 老妈说照妖镜 这门跟门不能对 这冲了风水了 信不信呢 你说信不信呢 你说我不信 不信你今天到照灯雨录你看看 你到这个西四二条三条 东四四条五条六条 对吧 你都看啊 到处都有这 只要他没被拆了 我想描述的概念 当你相信人在做天在看 当你相信这些这些民间的东西的时候 你退党的意义就存在 这就是我们一代说过的 毛泽东的臭肉 一个死人 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中心 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放在一起 南边 是什么 那块臭肉 北边是什么 天安门城楼 毛泽东的像 国旗在中间 谁家死人 老人死了 或者怎么样 你说把死人 搁你们家风头 搁你们家屋里 说我家里有个院 院中间 咔嚓 放个死人 弄明白了 我觉得这谁都明白 这事是麻烦的事 可是在中国就这样 你信不信 你说我就不信 那我只能说随您 正是这样的东西 左右着人们的观念和看法 正是这样东西的存在 在我们内心深处自然的存在 石超就想说明 退党的意义就在于此 魔鬼你看不见 但魔鬼真实的存在 是以人贪婪 邪恶 这种凶狠 杀戮 鲜血的形式来表现 包括利益 诱惑 淫荡 恐吓 这就是共产党的本质 所以从这点上说 你今天退了党 你不就跟魔鬼划清界限吗 而我一再讲了 现今的世界 就是让人们看到 现在发生的世界 让人们看到 今天恶 什么叫恶 什么叫魔鬼 你不退 说我就不退 没关系 随您 对吧 那老百姓 那两万三万北京爷们说 人在做天在看 天看完了老天爷报应的时候 一定会报应在 每一个具体的 中国共产党党员身上 中国共产党团员身上 他说你干嘛 涛哥你玩狠的 不是那意思 这是我们讲的一个道理 劝你退掉他的一个道理 因为 如果没有一个 一个个具体的党员存在 共产党是什么 啥都没有 对不对 没有 他是每一个具体的 共产党员的 这个形式的存在 组成了所谓 今天的中国共产党 每一个具体的 团圆的存在 组成了今天的 中国共青团 包括少先队 当每一个具体的人的 这种党团 再加上毛泽东的像和死人 放在这个政体的中心 他就形成了 就像宗教仪式一样 但这种宗教仪式 却是魔鬼 这就是我跟你说的 退党的最真实的内容 最真实的原因就是 石涛不希望看到 真的老天爷在 看完之后 报应的说 你作为任何一个朋友 今天有缘看到石涛的节目 听到石涛的节目 你还保留着自己 共产党党员的身份的时候 再被老天爷清洗掉 清洗掉每一个 保持着党员身份的人 就是在清理着 每一份中国共产党 清理着每一份邪恶 而神佛又是慈悲的 所以在现今的环境当中 展现出 表现出共产党的邪恶 而共产党的邪恶 确实在中共权力斗争当中的 过程中展现的 这不是神佛的慈悲吗 绝对是慈悲 这就是我想跟大家 一直分享的 上至你说最高 胡锦涛也好 温家宝也好 习近平啊 我依然觉得 你们退党 吓到普通老百姓 有朋友也讲说 哎 我早都不交党费了 我退了 那是假的 如果存在的神佛 就像你去庙堂里一样 你进了庙宇 你进了广安寺 广集寺 北京了 我说的 你进去之后 你为什么有一种 人如果有善念的话 就有一种敬仰之感呢 你为什么在上香的时候 你会毕恭毕敬呢 上香管什么用啊 你说管用 那香烧完了管什么用啊 你为什么知道管用啊 其实你也不知道 为什么管用 只是他真正的表现的 是你内心的敬意 对不对 你内心的敬意 祈求神明对你保佑 而退党退团的形式呢 这种念头呢 你的声明呢 就像你向神佛表达你的敬意 是一个概念 不在乎你交多少钱 而在乎你心成不成 对吧 相信朋友能认同 所以同样 说我已经不交党费了 你不交党费没用啊 那是人中的形式 那只是说 党不刮拨你的钱财而已 而你必须从 真正从你的口里面 心里面讲出来 我跟他拒绝了 我相信朋友能够理解 我在说什么 那就在今天 84岁的一个老哥们 公开声明退党 和讲出他退党之后 一个人的精神的改变 这是我看到的是 他在海外网站登的 但我相信这个老人 是在国内了 那我们就看看他怎么说的 文章题目这么讲 我为啥退党 84岁老人 廖兴源退党声明 他上来说 我家赤贫 十岁时父母双亡 一家溃散 我流落他乡 那后来在四川 遇到了自己的哥哥 那在这种情况下 他有机会能够上学 当他读到中学时 四川出现变化 那他自己就跟着当时的共产党叫做工作队 他说我就加入了人民解放军 到了第二年 这个朝鲜战争爆发 我就随着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 第十军参加了抗美援朝 在1955年又奉命攻打了叫做江山岛 立战功入党 55年 56年春天转业到地方从事新闻工作 跟石涛的工作一样 然后考入了武大 应该是武汉大学了 然后考入了武大法律系 他读法律的 反右时他是第一批左派 他是左派紧跟毛泽东的 反右运动使得毛泽东放弃了萌芽状态的法治思想 那武汉大学的法律系被撤销了 并入了湖北大学 而当时法律系的大批的学生转入了政治系 他不愿意学政治 退学到中学当了老师 大家听听经历的什么样 朋友可能会说 石涛你晕了 55年56年的事 跟现在差多少年 差60年 你替那干嘛 我跟您讲 这叫换汤不换药 一样的事 对不对 人死了几茬子了 但是共产党的体制精髓从来没有改变 他紧接着讲说 我在历史上没有任何政治污点 在各种运动当中 我都高举毛泽东旗帜 然后他紧接着表示说 我对毛泽东无怨无仇无恨 相反是有恩有爱有情 但是8964的坦克生把我从迷梦中惊醒 几十年来我所坚信的中国共产党 怎么会把枪口对准了手无寸铁的学生和无辜的市民 我痛心疾首 痛哭流涕 长期郁郁寡欢 从此每年六四 我都会给死难烈士烧纸悼念 盼望他们能够早日得到平凡昭雪 在这种的背景之下 我对毛泽东重新思考 终于发现毛泽东是用欺骗上台 以谎言治国 他建立的今天中国共产党的专政体制 是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无穷的灾害 文革六四在任何一个民主国家都是不可能的 但毛泽东却是以共产党为工具 打着革命的旗号 干尽了各类坏事 我这里想声明的革命在中国是个革命的词 老革命 但革命大家是想想是什么 杀人的 所以谁不是反革命 谁就认同杀人犯 包括这位老干部 这位老朋友 84岁的老朋友 在退降生命当中还提到 打着革命的旗号 干尽了坏事 革命就是干坏事的 一个正常的人类的生活 为什么要革命呢 大家想为什么要革命呢 对不对 所以共产党说的革命 是创改了真正中华文化当中的人们精髓 人类文化当中的精髓的部分 所以他所崇尚就是屠杀 鲜血 文章接着讲说 正是这种情况 更令我失望的是 中国共产党不愿意从毛泽东的状态当中解脱出来 继续背着黑锅 为毛泽东殉葬 他说认为共产党是为毛泽东殉葬 我自己觉得是因为 应该是现在的每一个具体的中国共产党的党员 共产党是个虚的东西 对吧 是个精神的东西 而每一个具体的人党员是一个实在的东西 每一个具体的中国共产党党员组成了今天中国共产党 所以呢 应该说每一个今天中国共产党的党员成为了毛泽东的殉葬品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84岁的老人宣布 我毅然退党 退党之后 我一身轻松 经常约了两位同龄的老友 自费旅游 开阔眼界 解放思想的目的 就是想体会一下真实的人的正常的生活 他愿意把他所见的 所经历的 所听到的 所感受到的 能够以各种的方式 与人们分享 退党人的 退党之后 人的精神层面 真正的 内在的肉眼看不见 那种精神层面 那种家属被打缩 被打掉了 所以人自然就精神 文章讲说 本来改革开放呢 应该是给中华民族带来了生机 人们要求批判了毛泽东 但是邓小平却以一党之私利 把对毛泽东的批判却推给了下一代 而共产党的继承者却没有勇气 没有胸怀 没有能力让国人去批判毛泽东 相反却让僵尸在天安门广场有一席之力 他们不是不知道对毛泽东应该是批判的 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命运的前途问题 而是他们处于两难的境地 因为所有共产党的这些后来者 我相信是指这些人 现在当官的这些人 他批判毛泽东就被迫步入当初苏联的苏共解体的境地 不让批判 那就会回到毛泽东时代 所以我相信他是站在他自己能够理解的角度去认识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说 他想表达就是邓小平后面的继承者 没有人有能力真正面对共产党解体 可能带来的这个或者那个 其实我个人的看法还不同 江泽民就没想解体过共产党 对吧 他是利用共产党真正达到自己威斯的目的 邪恶的目的 所以这个概念跟这位老朋友的概念略微有点差距 所以更多的人是利用共产党的体制 把人性恶的一面展现出来 为获得人中的利益 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少数的权贵的家族 掌控了中国整体的经济和社会政治层面的这种现状 紧接着他讲说 这些年来不断涌现的严重的社会问题 就是没有批判毛泽东的必然结果 特别是薄熙来事件充分说明 毛泽东阴魂不散 他们要求回到毛泽东的时代 他说是的 复辟派中基本力量是部分毛时代的受益者 其实很多现在的人在利用各种的做法 其实包括我个人认为的包括薄熙来 他只是利用毛泽东的这些东西来达到他个人的目的 而毛泽东本身的体制呢 又是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独裁者 这是相辅相成的一个概念 而正是毛泽东的年代呢 他文章里提到呢 有三千万四千万乃至八千万人被弄死了 这是共产党的时代 但是很多人现今的很多朋友并不认同 认为并没有死那么多人 因为真正死人的真相 被今天包括今天的共产党的握有权力的人给掩盖 这就是现实的状况 所以正是这共产党的一党专政 从来是把贫民的生命当成草芥 官员从来都是无法无天的 真是阎王要民三更死 谁敢留你到天明 强征强拆以及各种血案重重 每天都在中国大陆发生着 所以在这位老先生的退党声明当中的最后呢 他是这么来说的 因为文章写的相当长了 他说在当今的中国唯有批判毛泽东才是出路的 不仅如此 中国人批毛不仅有利于中国的现今的政治体制改革 也有利于整个世界的和平 今天的中共坚持专政 世界就无和平可言 言外之意 世界的不和平是与今天中国共产党直接相关的 民主与专制从来都是水火不相容的 两种制度对待民众的态度恰恰相反 专制体制之下的民众必然要求专制者还政于民 而民主的国家必然支持要求民主自由的民众 当今能够与民主抗衡的似乎只有中共的独裁专政 中国不走向民主的话与西方的矛盾是必然加剧的 中共的专制集团不是一再告诫国人要韬光养晦吗 什么意思呢 中国不走向民主 那不仅仅是中华民族的灾难 也是全人类的灾难 实际这里面呢 他就提到了真正精神层面的东西 对吧 所以跟整个正常的社会发生冲突的就是意识形态 这种意识形态往根上追 就是一个人性与党性的冲突 这就是其实他说了半天就是这么一个概念 所以文章最后他提到说 中国不走向民主 不仅仅是中华民族的灾难 而且是全人类的灾难 所以作为我个人 我不愿意 否定他的一生来解脱自己精神的枷锁 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个老人真实的故事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